梦中洗澡 洗衣服只是洗你外表的不好的不干净的那种尘埃 就是习惯啊洗气啊 它有讲究的 游泳 全身泡在水里在洗 就是这个概念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那种脱衣服有的时候脱上衣 有的时候脱下衣 它那个是不是也不一样的效果 对啊 你要记住 你比方说脱上衣 代表你在改自己的很多的习惯 洗气 你要是脱下面的裤子啊什么的 那就说明你在破血淫啊 哦 是这样跟感情有关系的 感情有关系的问题 对 因为好多同修修行之后 经常是梦见自己光着身子 走在大街上 这个师父以前也开始过 感情上犯错了错事 犯错了 这个人变畜生似的 人做畜生似的 哦 人形畜生似才会受到这种惩罚 对对对对 让你在 让你在阴间走在大路上 叫你不穿衣服 叫你难为情 你不是不要脸吗 那么就让你不要脸了 嗯 对了对了 嗯 有经常会有 同修会问到这个问题 嗯 好 感情师父开始 感情师父